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要來說說 從小拉拉的剪頭髮期盼故事 到底在隔壁理髮廳阿姨的魔掌之下 我的瀏海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還記得來在國中時期的中二時光裡 不管是哪個女生都一定會剪個妹妹頭 P.S 還曾經因為學校同學都是妹妹頭的關係 導致女媽差點摘出小孩回家 就說我不是親生了吧 在以前的引進為之 妹妹頭這麼簡單嗎 我們的瀏海必須在眉毛之下眼睛視上 就是那種要長不長要短不短 只要幾天沒修剪咧 隔不小心 就一輩子也瀏海錯視的長度 而以前我的瀏海咧 要嘛就是魚媽在剪 要不就是隔壁鄰居理髮店阿姨剪的 還記得小時候 每次要給魚媽剪頭髮的時候 魚媽就會拿著拆封用的剪刀 在幫我剪瀏海 你以為是這個嗎 喔不 是這個啦 而這把真銳利加九大剪刀 如果我在剪瀏海的時候 打一個噴嚏 我的瀏海就會瞬間只剩三公分 直接變成花媽的鉗子低頭髮型了啦 而魚媽其實也害怕會用剪刀戳到我 所以手拿著剪刀的時候 就會開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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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媽媽不要抖啊 寶貝我會怕啦 我比你更怕嗎 後來咧魚媽可能放棄了 於是就把我丟到隔壁鄰居 理髮店阿姨在那邊剪頭髮 到理髮店前咧 魚媽還不停人給我洗腦 喔人家是開理髮店的啦 一定比我厲害吼 放心啦 你進去理髮店 喔我今天是來帶妹妹來剪頭髮吼 這個阿姨真的沒問題嗎 不行啊我不能只看外表做決定啊 所以那阿姨以前剪過各種藝人髮型嘛 只是前鑽太多決定在鄉下養老而已啦 喔沒事沒事 他一定是個隱居在鄉下的高手 閉著眼睛都可以剪出愛情魔法師一樣的髮型 他沒有是什麼髮型啊 阿姨妹妹你自己看還說你要剪怎樣的 阿姨妹妹把你下眼睛以上只要剪一點點點點喔阿姨 喔一點點吼 好 一點點 好啊阿姨就真的只剪一點點點就好像沒剪一樣吼 啊你先乖你先把眼睛閉起來 一睜開了你就跟現在一模一樣吼 放心放心阿姨很厲害 所以阿姨就開始連紅帶片啊 說什麼她很厲害啊 又我相信她啊 說什麼蔡依林陽城你都找過她剪頭髮 一邊說啊一邊咔嚓咔嚓 一整個就是很武林高手的樣子 五分鐘之後 哈囉妹妹 她我洗頭髮洗好也剪好了啦 啊我的眉毛我看到我的眉毛啦 阿姨你不是剪過陽城你蔡依林嗎 你她沒有剪過是沈玉琳了吧 我身無可憐的看著阿姨 阿姨還笑著說 喔好像蔡依林喔 就是那個老鼠愛大米的那個啊 老鼠愛大米是別人唱的啦阿姨 我一邊哭咧 還一邊想要剪地上的頭髮 黏在自己的額頭上 加之後來只記得在那一段時間裡 我去上去都被人家笑 真正笑了一個月 男兒就在前幾天 寶貝你的流愛好強 要不要我幫你剪 好啊多好 咔嚓 喔好像太短了耶 你怎麼這麼好笑 螞蟻怎麼剪這樣 我怎麼看起來這麼ㄎ 我流流海會飛欸媽啊 糟糕 有沒有壞掉了 回到台中咧 寶貝你又剪頭髮喔 好呆喔 超級呆的 這是我媽剪的 喔怎麼這麼好看啊 真不愧是你媽媽 喔對喔 我剪完頭髮之後的半年內 隔壁鄰居阿姨的理髮店就到了 呵呵 你們呢 你們又有哪些剪頭髮的奇葩招運呢 快來分享看看吧 不不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